基本上所謂的成績嘛 成績的話就兩個相乘的結果 所以呢基本上 你只要輸入兩個數字 一個A一個B A等於input B等於input 然後實際上兩個相乘的結果其實就是什麼 616 其實這題相當簡單 但是呢 他寫完之後 最關鍵的地方就是要把它改成 這個function 改成函式 所以如果假設我們要寫這一題的話 怎麼寫呢? 第一個開一個module 然後第二個的話呢 你就什麼? A 等於什麼呢? 等於input 然後小瓜5就可以了 因為後面他不需要敘述 這個有時候同學比較 不能習慣是因為理論上我們input後面會加 雙引號 請輸入一個數字 不用 他就是這樣 直接輸入就可以 B的話 等於什麼呢? 一樣是一個input 所以你這邊要等於一個input 那一個是輸入什麼?輸入56 一個是輸入11 那把相乘的結果print出來 所以 這個有個print print什麼呢? print就是 A什麼 乘上B就可以了 OK 寫完了 就這樣 就這樣 這麼簡單嗎? 我試一下好了 OK 執行 你會發現這邊的話 他沒有訊息 所以這邊其實就直接輸入 56嘛 我看一下 這個是不是要輸入56跟11 如果得到是616的話 那表示應該是OK的 那表示應該是OK的 這邊的話呢 相乘的結果 TypeL 問題出在哪裡了 看得出來嗎 Input一定是什麼? String對不對 所以你比如說 在這邊外面包int 如果你沒有包int的話呢 那他就是一個 自竄 自竄的話當然沒辦法相乘 所以記得這邊 int 然後再把它刮補前 兩個相乘 OK 那得 這個過來的話 這邊 56 本來是自竄變成 數字 那我們一樣 56 11 得到應該是不是 616呢? Enter 沒錯 OK 但是 其實他最重要是要考什麼 考你就是說 你會不會把 這個裡面的程式 改寫成 Function 改寫 改寫的步驟我有講過吧 第一個 請你在這上面怎麼樣 把它 打一個DF 有沒有 空一格 給一個 名稱 我看一下這個好像有指定名稱吧 他要指定什麼 他說要指定這個 傳遞名為 Compute 這個 XY Ctrl C 當然考試的時候自己打 把這個名稱定義好 冒號Enter 好那我們就建立一個這個 這個Function 那意思就是說呢 我將來 要在這邊print的時候 變成說呢我要把 這個A跟B帶過去 變成 XY 然後再把結果 Return回來 在底下輸出 OK 所以他其實主要是考你這個 所以 這個地方的話 那要怎麼把它 Return回來 OK 所以這個部分 請各位可以 試試看吧 其實這個如果當然 不改成Function的話 其實還蠻簡單的 但如果改成Function的話 可能就是考你之前 是不是真的能夠徹底了解 Function的寫法 請各位試試看吧 剛剛這個地方 要Return 所以 其實 做的方法 就第一個 你要 在上面一定要加一個 就是 一個Function 前面一列DF 然後它的名稱 那要傳兩個參數 一個X跟Y 那計算的話 就是在這邊計算 計算什麼呢 計算 把XXXY OK 相乘的結果 那乘完之後的話 你要把它Return回來 這一般習慣是在前面 先把乘完的結果 放在一個變數叫ANS好了 ANS等於 它相乘的結果 乘完之後放在ANS底下 OK 然後呢 記得呢 在底下再加一個Return OK Return這邊 它會自己跳出來 Return OK Return什麼呢 ReturnANS就OK了 那意思就是說 我傳兩個值給它 它會在這裡面計算 計算完之後得到一個結果 告訴我結果 Return回來 所以底下的話 如果我要改的話 之前是直接相乘嘛 那現在怎麼樣 現在就是直接拿這個 Compute Graph 直接放在print裡面 那 參數名稱特別重要 這個是它的參數名稱 那我們的資料 那我們的資料是在a跟b 所以這邊的話把它改一下 a 我compute 先傳a給你 再傳b給你 所以我把資料輸入之後 有沒有 a跟b 一樣轉成這個 這個數字 然後就把資料放過來 這個放過來 放過來之後呢 它就再丟給它 那丟過來之後的話 因為它的參數名稱叫x跟y 所以這裡面的話 就會變成 x跟y 所以裡面一定要x跟y 你不能a跟b 然後計算完的結果 再return回來 把這個nsreturn回來 放哪裡呢 放print的位置 所以 特別是 計算的結果 一樣會print出來 你想說 這個好像少一個 我之前是 多一個變數啦 但你前面可以再加一個什麼 再加一個c好了 c等於什麼 compute的結果 然後再把這個c放進來 這樣寫也可以啦 只是我前面講過啦 它多一行嘛 先return回來用c去接 再把它丟到print 感覺好像有點多詞一曲的 感覺啦 所以我們其實寫成剛剛這樣子 我覺得比較精簡 最後的話呢 你可以亂亂看 得到結果 OK 一樣執行之後嘛 它不會有任何訊息 因為我們 input的裡面沒有放任何訊息 所以我先說56 enter 11 enter 那enter之後的話呢 我就把56 跟11 丟到這個compute過去之後 它得到的 結果好像是616 616 return回來 放在這裡 它就做什麼print 所以你enter過之後的話呢 得到底下的結果應該是 616 沒有 OK 這樣子 就是要的 如果你想說 這有點本來很簡單 三行搞定 為什麼把它弄到複雜 沒辦法 考試就這樣 它其實考你會不會寫 function而已啦 OK 所以 基本上就是考你會不會有這個東西 後面的名稱 跟return 這個結果到這裡來 的概念 如果你有這個概念的話 那以後當然自然你要使用別人的function就比較簡單了 如果沒有概念的話 以後可能你有些地方你要用別的東西 你也相對不太知道該怎麼用 好那這個部分的話呢 是 第1個 其他另外還有 有個地方 其實 看一下 因為考試的時候其實好像一定要x跟y 所以其實如果你要脫懶的話 甚至這個a跟b 你都可以改 如果你改成這樣 x跟y 這也可以啊 這邊的話你就 就直接改x跟y 那這好處是什麼 將來上面跟下面名稱一樣 你可以複製 過來就好了 OK 好啦反正大概是這樣子 那其他的話呢 504的部分 其實跟502 蠻像的 它是什麼的幾次方 14的三次方 有沒有 得到的結果就是2744 所以其實兩題 最大的差別 就是說呢 502是乘 那504的話是什麼 什麼的幾次方 還記得嗎 就是用什麼 Pow也是啊 在這邊 Python裡面 你只用乘乘就好 那就是等於是x的y次方的意思 OK所以其實如果你看504 你就打 我既然這樣就OK了 改這個地方 Return回來應該就可以了 我執行給各位看一下 14的 三次方 所以14 3然後丟過來給他 14 14的三次方丟回來 Return 答案應該是多少呢 2744如果是2744那應該OK了 2744 有沒有所以其實 502跟504 我印象中好像 差別就是一個是乘 一個是乘乘 OK 畫面還給各位 OK OK